好 现在呢 大家知道了传输层协议和应用层协议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再跟大家进一步来讲解啊 服务和应用层协议之间的关系 服务 我们可以在计算机上安装很多服务 比方说 安装外部服务 它就是个外部站点了 安装邮件服务 它就可以让客户端收发店的邮件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这台计算机 跟它安装了外部服务 只要这个服务一启动 它就使用TTP协议的80端口 来真听客户端的请求 我这一安装了FTP服务 它就这个服务一启动 它就使用TTP协议的21端口 来真听客户端的请求 我这安装了POP3 SMTP服务 这个是发邮件用的这个服务 它呢 就会使用TTP的25端口 来真听客户端的请求 我这安装了POP3服务 它就会 这个服务一启动 就会使用TTP协议的110端口 来真听客户端的请求 真听 那有的学生说 什么叫真听呢 就相当于 你开了一个饭店 在饭店的门口 派一个迎宾人员 来了客人赶紧招呼 这个人就是真听 这个人就是真听客户端 真听是不是有人来进餐店 这有真听 当然 我的计算机 我的计算机 安装这些服务 它就要在这个端口上 来真听客户端的访问 假如说我这个是计算机的网卡 相当于一个大门 相当于进我计算机的大门 然后呢 这是网线 这是一个客户端 然后呢 这是一个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 现在它要访问我的外部站点 它的地址 这个网卡的地址 假如说是101 它的地址呢 假如说102 它的IP地址是103 我写简单了 IP地址 我就写着一个数来表示 大家看一下 我这台计算机要访问外部站点 就要在网上发一个数据包过来 这个数据包 这是数据 然后在这写上 这是TTP协议 然后在 在这还得写上 目标端口是80 原端口呢 是12345 这个原端口是 随便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 然后目标端口 这很明确 就是80 大家看 这是在传输层加的这些信息 然后呢 在网络层呢 要加上IP地址 加上IP地址 这个IP地址呢 目标地址是101 原地址呢 是102 大家看一下 这个路由器就根据这些地址 目标地址 把这个数据包就给了 就就到 送到这个计算机这了 送到这个大门口了 送到这个计算机的网卡这了 那么这个计算机 一看啊 你来了这个数据包 我 你是访问我的外边站点呢 还是访问我的FTP站点呢 还是访问我的邮件 服务器呢 收发店的邮件呢 大家看 怎么来区分呢 这个时候呢 就要看目标端口了 目标端口啊 协议是TTP协议 目标端口是80 好了 我这个外边服务器呢 来负责接待你 我这外边服务 真用80端口真听客户端的请求呢 来了一个客人 一看目标端口正好是80 好 我就知道你要访问我网站了 把网页给他 啊 就把网页给他了 好 大家看啊 当这个人现在就要访问FTP站点了 这个数据啊 数据包是这样的 这是那个数据 这是写上啊 是TTP协议 目标端口呢 是21 原端口呢 是1236 啊 想说 然后呢 写上目标地址是101 原地址是103 这样的话呢 这个数据包也能够到达这个计算机啊 通过这个目标地址就能到达这个计算机 然后到达这个计算机之后 这个计算机说 你要访问我的哪个服务呢 你看目标端口是21 好了 我这FTP服务呢 真好在这真听着呢 我这FTP服务来负责接待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数据包过来了 他访问我这个计算机的什么服务 是有什么来决定的 大家看 这就是目标端口来决定的 我的服务 大家看 我只要这台计算机服务一启动 他就在这个端口上来真听 比如说现在啊 大家看看 如果我这个服务没有启动 只是安装了这个外部服务 这个端口是不真听的 那么这个客户端请求我 我也不搭理他 这个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服务安装上了 必须服务是启动状态 他才真听客户端的请求 再一个大家看 我为了安全器件 我还可以在这个网卡这设置 什么样的数据包能够进来 比方说 我这个网卡只允许目标端口是80的 能够进来 这样的话呢 只允许访问网站的数据包能够进来 那么访问其他的那些啊 目标端口是21的是25的是110的 我这个网卡在这个大门这就不允许你进来 那么这个数据包过来了 也找到 也找不到里边的里边的这个 这个真听的这个这个服务 也找不到他 这个大门啊 有个门位相当于给他拦住了 这样的话大家看啊 你这个计算机里边运行了这个服务 真听的这个端口也没用 我这个网卡 这个看大门的只允许目标端口是80的能够进来 也就只能访问你的外部服务 大家看网络安全由此产生 大家看我的计算机如何实现安全 如果我的服务装的比较多 如果这个服务有漏洞 通过这个服务的漏洞可能入侵我的操作系统 然后把这些服务都给干掉 停止了 都有可能 啊 因此呢 有的学生问我说老师我怎么让我的服务器更安全呢 我说 把没有用的服务停掉就行了 那学生就问了老师 我不知道哪个服务有用哪个服务没用 我停了 如果系统崩溃了怎么办 哦 我说你要是不敢停服务的话 你要把不准的话 我说你可以在你的网卡这设置 安全 是吧 我说你这个服务器 干嘛用啊 他说我服务器就是一个web站边 别的网用没有 好了 我说在这个网卡这设置一下 只允许TCP的80端口 只开这个口 只开放这个口 这样的话 访问网站的这个数据包能够进来找到web服务器 那么里边的这些服务 大家看 你照样可以运行 这个端口照样可以真听 但是我这个网卡 不允许你这样的数据包进来 他照样访问不了你这里边的服务 这样的话 你这个服务器 这个pop3服务 即便是有漏洞也没事 我这不允许 这个这个网卡 这个大门 这不允许你进来 你也入侵不了我 啊 这就是网络层的安全 我们在计算 我们在学完这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设置Windows的 这个网卡 实现网络安全 怎么实现 只开放必要的端口 多的 多余的都不开 多余的都不开 这样的话呢 就安全了 当然 如果我们能够把的准 说这些服务 我们确实知道它是干嘛的 并且 不用它 你就可以把它停掉 停掉不但安全 而且还省你系统的资源 大家想想你这个服务运行的 就要占你的CPU和内存 啊 你停掉 最安全 只开必要的服务 或者只开必要的端口 都可以让你的服务器更安全 好 呃 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个网卡这儿 不允许你访问哪个口 并不影响你里边的计算机的这个服务启动 啊 你当然可以真听 但是呢 真听也白真听 我这个网卡不让进 啊 访问你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这个数据不让进 你白真听 但是不影响你这个服务的启动 和运行 好 大家通过刚才的我这个讲解呢 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服务 使用 TCP或UDP的端口 真听客户端请求 啊 然后 使用 客户端 使用IP地址 定位 服务器 使用 目标端口 定位服务 定位你那个服务器上的哪一个服务 第三 可以在 服务器 网卡上 设置 只开放 必要的端口 实现 服务器的网络安全 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大堆 需要跟大家说明的这个 我刚才说明的这个衣服